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朋友林,那我又来了,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,是清洁系列的,也就是打扫卫生这一个系列的,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里面,这是什么呢? 这个呢,是扫把,那这个呢,也是扫把,这个呢,是搓灰的戳子,但是呢,通常情况下,在中国呢,这样的小的扫把呢,我们通常是用来扫床的,比如说,像零手里拿的这个,零手里拿的这个呢,就是一个小的扫把, 那平常呢,我会用来扫床,也就是扫床上的灰,那我们家里用的到大的扫把呢,通常是另外的一个样子的,待会呢,林会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,我们家里通常用的扫把和戳子是什么样子的, 那接着我们要看的是第二张图片里面,这里面有一名男士,这名男士穿的是蓝色的上衣,白色的裤子,他在干什么呢? 很显然,他在拿着大扫把,在扫地,扫地,扫地,那我们再认识一下,这个是什么呢? 这是什么呢?哦,这是一个吸尘器,吸尘器,那其实呢,我们如果不知道这是吸尘器的话呢,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片里面,这名男士呢,他插上了电源,这里是电源, 然后开始吸,然后开始吸,地上的灰尘,所以我们知道这叫吸尘器,吸尘器,这种吸尘器呢,是比较稍微大一些的,那其实还有一些比较简便的,那我们再看这是什么呢? 这是什么?哦,大家看这个跟这个,似乎长得比较像,但是很显然,它们不是一样的东西哦,这我们叫它托把,托把,为什么叫托把呢? 因为这里放了一桶水,所以我们猜测,它是托把,因为托把通常需要在水里涮一涮,涮一涮,洗一洗之后呢,拧干水,然后才开始托地,才开始托地,那接着,零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, 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托把和托把,那大家看一下,这个呢,这个呢,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托把,这个就叫托把,大家看这个叫托把, 那这个呢,就是我们中国平常用的比较多的托把,因为呢,它这里可以这样,它这里是可以自动,就是可以有这个桶,然后通过这个桶按压下去之后呢,它可以自动的挤水,大家看,它可以这样按压,然后自动挤水,自动挤水,大家看, 那所以呢,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托把呢,它是会自动挤水的,也就是你往下边按压的时候,水会自动挤出来, 这样,这样就比这种拖把,省势,简单,方便,好用,很多很多咯,接下来我们要看的,这是什么,这显然是一个垃圾桶, 显然是一个垃圾桶,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垃圾桶呢,是因为,我们发现了,它用垃圾袋套进了这个桶, 就像我的这个桌面垃圾桶一样,这一个小桶,然后呢,我的垃圾袋套进桶里,然后扔了各种各样的垃圾,扔进了各种各样的垃圾, 当我的垃圾满的时候呢,我需要收起,收起,收起这些垃圾,然后扔进,扔进我们家门口的垃圾箱,扔进我们家门口的垃圾箱, 通常情况下呢,在中国,每一个小区呢,会有各种分类,不同种类的垃圾箱,那有黄色的,有绿色的,那大家再看,这名男士呢,把垃圾收走之后呢,放进了绿色的垃圾桶, 接下来,我们要看的是,哦,它放进绿色垃圾桶之后呢,显然这是一辆垃圾车,垃圾轻运车,我们通常叫它垃圾轻运车, 那它会来到小区或者每家门口呢,把这个大的垃圾桶呢,你的垃圾呢,给收进这个大车里,垃圾轻运车里, 但是其实在中国呢,我们通常使用的这个垃圾轻运车呢,它是自动轻运垃圾的, 也就是,它这里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插子,它可以自动将这个垃圾的这种大桶,给插起来, 然后把垃圾桶里的垃圾倒进它的车里之后呢,再重新把这个桶给放到地上, 是自动清理垃圾,不需要人工哦,非常简单省力, 接下来我们再看,哦,垃圾轻运车把垃圾装好之后呢,来到了一个大的垃圾处理厂, 垃圾处理厂,它把垃圾倒到了这个垃圾处理厂, 那后期呢,会有专门的垃圾处理公司,或者是垃圾处理人员进行垃圾处理哦, 那我们再看,这是什么人呢,哦,他是环卫工人,环卫工人, 通常呢,我们看环卫工人拿了一个大扫把,他在扫街道上的垃圾, 我们在中国呢,通常呢,这些环卫工人呢,会在早上,早上的三四点, 或者是四点多起来,开始打扫街上的垃圾, 这样的话呢,是为了让每个起来的人呢,就能感受到城市里面整洁的环境, 舒适的环境,这样会给我们一种,每天都有一种很好的心情哦, 所以我们通常会特别感谢这些垃圾工人,或者叫做保洁员,或者叫做环卫工人, 环卫工人,那这个呢,这个也是在清理垃圾, 他清理的是水池里面的垃圾, 他用什么东西清理水池里的垃圾呢,是这样的一个漏网,漏网, 他需要把这个水池里面的这些瓶子,罐子等垃圾给捞出去,捞出去,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是什么,哦,这是厨房用的, 这是厨房用的清理清洁用品, 这个我们通常会使用的是,厨房会使用的是, 一,洗洁精, 二,油渍清洁剂, 一,洗洁精, 二,油渍清洁剂, 三,就是这个清洁海绵, 四,清洁抹布, 所以通常我们会有四种工具, 一,洗洁精,就是瓶子装的, 二,油渍清洁剂, 三,清洁海绵, 四,清洁毛巾, 也叫清洁抹布, 接着我们看这个男士, 哦,他戴上了清洁的手套, 开始用这个海绵开始清洁, 他的厨房, 还有家里的窗户, 以及家里的其他部位, 他开始清理他们家的各种比较杂乱的东西, 比如像沙发上的衣服呀, 还有地上的书呀, 袜子呀,等等, 嗯, 他把书籍收了起来, 把地上的小熊捡起来, 放进了书架, 然后呢, 家里就变得非常清洁, 非常整洁, 非常干净,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清洁系列, 也就是打扫卫生系列, 打扫卫生系列, 希望我们每个人呢, 都会因为有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呢, 而感到非常的开心, 那关于今天的讲解呢,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, 您跟大家明天再见吧, 拜拜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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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,